汉东的黑幕逐渐被揭开,一折强硬的齐同伟,赵瑞龙和高晓芹也都在积极谋划退换还非法所得。 就连始终在幕后指挥这一切的赵立春也开始积极安排赵瑞龙的撤退事宜,可唯独高玉良仍然不思悔改,不敢面对法律,不敢面对组织,甚至连西日的老领导都不敢面对。 大疯场的员工为了股权问题绑架了蔡成功的儿子,陈延时为避免事态扩大而甘愿替换成人质。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紧张对峙后,老爷子昏倒并住进了医院,老领导如此情况,高玉良不能再躲了,就只能硬着头皮来到了医院,可高玉良没想到一向善于诡辩的自己会遭遇此生最大的难关。 他将面对两个大公无私光明正义的老人之直击灵魂的逼问。 我离开什么呀,老山醒了,又得说你了。 孟老,这真孩一直在医院躺着,一时半会儿怕是男友起色,这真老又淘下了,小啤酒还那么小,在家里边。 孟老,应该怎么办呢?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高玉良良心发现以后的真心痛惜,但如果我们细细瞩目,陈炎石一家目前的情况几乎全部和高玉良有关。 陈海的车祸源于山水庄园的问题,源自齐同伟和高小晴,但归根结底还是源自高玉良的背后支持和暧昧态度。 陈炎石的昏倒更和大风场的股权问题直接相关。 这也是高玉良默认齐同伟持股山水庄园的直切后果,只是高玉良或许更应该担心一下自己的处境,而不是光明磊落的王老。 所以,王老并没有理会高玉良的担心,而是直接开始了问话。 你今天来了也好,老陈真有话要问你呢。 陈炎石想要问什么,高玉良当然清楚,可他压根就没办法回答,甚至没勇气回答。 所以,他只能故意误会王老的问话,擅自将王老的问话说成是对组织的要求。 王老,也是这种时候,也是要依靠组织,我只没跟检察院协调一下。 话题传意如此之顺利,躲避问题如此之娴熟,高玉良不愧是法学校术出身,可还是那句话,无欲则刚,王老心底无私光明正义。 怎么会允许高玉良以这种方式回避自己的问题? 没办法,王老只能用点手段,用压根不会现在醒过来的陈炎石来威胁一下高玉良。 要知道,陈炎石可是高玉良的第一任领导,知遇之恩,提贤之恩,再加上陈炎石和沙瑞金之间的特殊关系,定能暂时镇住高玉良。 你看,老陈问你话呢? 陈老。 一个装睡的人高玉良怎么可能叫醒,可看到双眼紧闭的陈炎石,高玉良便立马明白了王老的意思,躲无可躲,那就只能正面应对。 王老,您说吧。 玉良,你跟山水集团那个高晓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搞了腐败了? 简单明了,一干见底,王老的问话也颇为讲究,并没有直接影射那三张已经公开的照片,给高玉良留个了面子,但却直接强调了腐败问题。 注意,这就是王老对高玉良的不忍心,显摆出最严重的问题,等着高玉良反驳。 这个问题如果解释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基本都不会致命,就这样直接问,高玉良当然不会承认,但请注意人家的回答。 王老,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跟山水集团那个高晓晴的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啊,我前一致就跟陈老汇报过了。 陈老既然有问起这事,我就想让我们老领导再汇报一次。 那高晓晴呢,既不是我侄女,更不是我女儿,就是我多年前曾经关注过的一位民营企业家。 你看,既回答了王老,也间接回答了陈延石,防止王老再搬出陈延石来压制自己。 不是侄女,不是女儿,而是曾经关注的一个民营企业家,这对于一个曾经的市委书记而言,再正常不过。 更何况,市委书记需要关注经济发展,关注一个民营企业家更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高晓晴是民营企业家,这更能体现高玉良对民营经济的关注关心和照顾,诡辩的功底再次显现。 但王老可是久经沙场之老革命,怎么会让高玉良蒙混过去? 既然关系已经明确,那就从其他地方入手。 不是侄女,不是女儿,那就还剩一个可能,那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事,那就是高玉良和高晓晴的腐化问题。 注意,问题的严重程度下降了,王老仍然期待着高玉良能够正面回应自己,可王老还是低估了高玉良的顽固,诡辩再次开始。 很明显,高玉良清楚王老所言的就是那三张公开的照片,但他不能名言,就只能隐晦说明三张照片只是有人攻击性害,不可当真也绝不是真。 然后,高玉良的小聪明又开始耍了出来,他没等王老继续问话,就再次转移了话题,试图拼命逃离王老审讯一般的问话。 谈论如此重要的问题,高玉良都能无聊扯到几盆花上,可见这位法学教授已经潜驴气穷了,可还是那句话,王老不会让高玉良轻易躲过去,而且高玉良越是闪躲,就越说明他存在问题,王老更不会放松。 几盆花的转移没起效果,那就拿领导最常见的谈测理由,时间不多了。 王老,我一会儿还有个碰到会,时间不多了,过两天我再来看真了。 这一回合,王老明显有点落败,他仍试图搬出陈炎石来压制高玉良,逼着高玉良迫于陈炎石的压力而给出回应,可陈炎石正昏迷不醒呢, 高玉良便就有了拒绝的理由,老领导有话问我,我会回答,但老领导正昏迷不醒呢,我的时间又不多了,那我就只能过两天再来。 这一项,轮到王老没办法,就只能强行拦一下想要离开的高玉良,开始最后一句话的较量。 玉良,最后,我最后就跟你说一句话。 行,你说,我听的。 玉良啊,犯了啥错啊,赶紧跟大组织说清楚了,咱姥姥实实地,主动地接受大组织的处理。 没这么严重,王老,真的没这么严重,你们二老就放心吧,我先走了。 苦口婆心,尊尊教诲,陈延时和王老对高玉良的感情不容置疑,可高玉良想要什么? 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如果真向组织说清楚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真是主动接受组织处理,自己手中的权力就会立马消失。 直到现在,直到这个最后的机会摆在自己面前,高玉良仍然不知悔改,抗拒到底。 不听劝不听劝,这是王老对一个高级干部的无奈,更是对组织有了这样一个干部而倍加惋惜。 跨出这道门,听完这句话,高玉良的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都会彻底终结。 高玉良仓皇逃走以后,陈延时终于醒了。 老陈延时,我和高玉良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事到如今呢,你也是多问。 我怎么就多问了? 其实这些话吧,本来应该你来问。 你是他的第一个商机,他对你呢,表面上还是尊重的,与公与私。 你都应该提醒他。 我怎么没提醒他? 我提醒他的都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 包括他跟高小琴的关系,他不听了,他对付我呀。 你不一看,刚才你问他,他躲着呀。 116大案尚未发生的时候,陈延时就问过并提醒过高玉良关于山水庄园和高小琴的问题,高玉良躲了。 处理大风场股权问题的时候,侯亮平被乌线停止反省的时候,陈延时更是直接给予过敲打,高玉良又躲了。 现如今,已经到了世道如今的地步,已经到了木已成舟的地步,陈延时不想再问也没必要再问,伸手必被捉。 从伸手的那一刻开始,高玉良就已经不再是陈延时的老下属了。 不愿意高玉良出事,这是陈延时以一个老上级的身份代表组织亮明的态度。 怕高玉良出事,这是陈延时本着对组织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初心给出的担忧。 奈何高玉良再也听不到了,正义凛燃压的高玉良透不过气来,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一失百年神,高玉良的末日,汉大帮的末日来了。